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贸销部长哈山玛丽说了 尽快跟酒店及餐饮业者会面 预计在这个4月底之前将会有一个定案 但是未有定案前符合征收付费资格的酒店及餐馆 一律强制性要在门前张贴征收付费的通告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接着来关心极端组织哈里发国对我国的影响 新报头版独家报道 吴加曼警察总部以及全国分局和军库 都加强了保安和巡逻 以防堵极端组织哈里发国有机可乘 这是因为有一名陌生男子试图闯入在霹雳州一例的军营 以借用祈祷式为理由 但是遭到军方拒绝后 还做出威胁和恐吓的行为 接着来看新闻快讯 随着大马职场退休年龄从原本的55岁延长到60岁 雇员公积金局有意将全额提款的年龄往后推迟到60岁 马上引起反弹 财政部副部长蔡志勇说 公积金的全额提款年龄必须带到内阁会议讨论 目前政府还未做出任何决定 过去曾发生多起保安人员坚守自盗的新闻 这让不少民众纷纷把矛头指向保安公司 而保安公司为了提高形象酷喊要聘请本地人 但又有多少本地人愿意从事这行业呢 新周日报大都会记者专访了MDAL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哈普尔辛 他坦言由于缺乏了解保安行业被本地民众认为是低贱的行业 比如薪水少 前景黯淡 这也是多年来吸引不到本地人从事保安工作的主因 新闻的最后我们来看一则新的发明 德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导航电极片 只要将它贴在大腿那一侧再透过手机蓝牙 就能控制腿部活动 引导人向左向右走直到目的地 发明者说 未来如果能结合卫星导航 将能广泛应用在旅客 失之老人 消防员等身上 不过这发明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 担心会不会被导航待到不小心去撞其他障碍物 感谢你的收看 更多新闻 请继续留守百革时事